嗨 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學教育瑞智睡覺教育英文教育老師 我是王瑞智 那我們今天要來解釋這個最新的這個COVID-19的一個由來 COVID-19由來究竟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要來為大家做一個解說 首先的話 第一個代表這個CO 代表的是冠狀 叫做Corona Corona C-O-R-O-N-A 這Corona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冠狀的意思 叫Corona 所以我們用CO表示 那第二個的話呢我們會講的是病毒 這個CO是這樣來的 再來呢VI就是指呢 virus virus就是病毒的意思 virus virus就是VI 最後這個D呢代表的是disease disease就是疾病 疾病 disease就是我昨天有講過 所以這個COVID就是呢 corona virus disease corona就是co virus virus就是virus virus 就是病毒 然後disease就是疾病 歡迎一位線上的觀眾收看 然後這個19是什麼意思 COVID 有個dash 19 這個19就是19 代表是2019年發生的 所以呢就是corona virus disease 19 所以它是全名代表這個意思 那我們現在這個武漢肺炎呢 是正式命名的叫做我們的新冠肺炎 就是武漢肺炎 就是正式命名叫做COVID 一個dash19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全部都解釋了 就是從字面上的翻譯就是冠狀病毒 然後疾病 冠狀病毒疾病 這可以說是一個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呢 在2019年發生的 所以我們叫做corona corona virus disease 19 一個dash19 這樣應該有清楚吧 所以正式我們以後叫武漢肺炎病毒 其實你把它叫做COVID 一個dash19 才是最正式的名稱 而且是正式定名為這個名稱 那當然海外用戶會很不喜歡就是說 我們沒有把它叫做COVID-19 所以這就是正式的一個武漢肺炎病毒的一個由來 所以我們以後稱呼為 如果你稱呼為武漢肺炎 不如把它稱呼為COVID-19 就是corona virus disease 19 最後呢感謝你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影片視頻對你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跟視頻 可以前往youtube搜尋這個 台中大亞家教訂閱 或是搜尋大亞家教就可以看到我了 點選訂閱按鈕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直播訊息 那我們這邊直播完之後 我們影片也會存在我們的youtube跟這邊 跟台中大亞家教 那希望大家多多的分享出去 讓大家知道讓其他人知道武漢肺炎病毒 其實現在呢有一個正式的名稱 是叫做COVID-19 COVID-19 就是coronavirus disease-19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跟視頻對你有幫助 那喜歡的話 記得在這邊按左下角的讚 並且分享給facebook的用戶 然後可以的話 你也前往youtube搜尋台中大亞家教去訂閱 咬鈴鐺選全部 就不會錯過每一次精彩的直播影片 那我是王瑞士 我是台中大亞家教老師 如果你有家教需求 也可以來台中大亞找我 那我相信呢 可以為你客製化一系列的課程 並且可以教你很多跟英文相關的一些資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然後呢 See ya 掰掰 喜歡的話記得前往台中大街角點右下角點訂閱 掰掰 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